只要吃下45公斤的鱼籽酱 就能获得500万美金 比赛只剩20分钟 两人不停地往嘴里塞 而观众全是上流柜子 他们丝毫不敢抬头 但二翠已经快吃饱了 他使劲轻轻吸了一口气 接着又开始吞下 只为了能够得到500万 可二翠发现肚子不舒服 刚和男友对话 下一秒就摔到水果平盘上 于是来到医院检查 可医生告诉他怀孕了 见到双喜临门 两人到达人生巅峰 他们开始环游世界 一起原地蹦迪 欣赏日出的瞬间 还送上真挚的婚礼 可二翠突然感到肚子剧痛 很快他们的孩子出生 而大壮开始沉迷于大卫王比赛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一切 都是比赛给他 两人的罗曼蒂克的爱情就此破裂 于是大胖身上的肥肉开始反弹 而他的孩子 每天都会来照顾大胖 但阿伟没有继承他的基因 而是成为一名活体标本专家 他们俩现在是互相唯一的亲人 可阿伟不仅要清理地上垃圾 还需要打扫奥利给 而大胖不但没有失落感 并且开始更加沉默于 曾经冠军比赛的录像 并嘱咐自己的儿子 用脂肪喂养小猫咪 他要让宠物参加大卫王比赛 而大胖每天的运动 就是动动手和嘴 但阿伟为了生活 必须要靠制作活体标本 来赚取微薄的收入 因为他的父亲 每天要吃500条巧克力 可当他去购买时 却遇见了自己心仪的姑娘 于是他苦练健身 要把自己变得比泰森还牛 训练完后 再次来帮父亲打扫猫舍 而男人却没有丝毫感谢的意思 觉得这一切都是阿伟应该做的 接着扔出一块巧克力 丢给小猫咪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小九九给他带来血光之灾 因为这喵心人不是一般人 他可是连人都吃的 这是史上最胖的男人 他拿起巧克力棒 连皮都不带包的 直接放在嘴里嚼 大胖的儿子也是一脸懵逼 可他再次用行动告诉阿伟 自己的消化系统是无敌的 但阿伟只知道 蝉使官的乐趣 接着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阿伟让他重复一点 但胖子却觉得自己感到耻辱 身为大胃王的他 儿子居然弱不禁风 阿伟心一下凉了 一把屎一把尿照顾老头的起居 居然换来的是一句透心凉的话 就连旁边的喵心人也看不下去 开始对着老头虎视眈眈 于是阿伟直接摔门走出来 并来到他的面前质问 没想到当头就是一巴掌 而阿伟开始拿起他的巧克力棒 一下都倒在他的身上 接着再次转身 来到旁边的货架 全部都扔在地上 并把他一个人丢在房间里 随后把灯关掉直接离开 然而喵心人的笼子没关 由于老头一直让阿伟 用脂肪把猫咪养成冷血动物 当阿伟回来的时候 却闻到一股血腥味 他缓慢地往前走去 发现电视已经坏了 而地上却出现诡异的一幕 喵心人因为三天没进食 居然把老头的肠子给掏出来 阿伟一下心灰意冷 因为这个世界上 只剩下他一个亲人 于是他将稻草塞进老头的肚子 接着将自己的身体绑起来 注入一针指疼药 并且忍受剧烈的疼痛 将零件一步步拿下来 身为业内顶级的标本大师 每天以制作标本为生 他要用这种方式 证明自己来过 随后将身体一点点缝合上 接着按下开关 设备开始运转 男人已经做好所有心理准备 小刀缓缓出现 下一秒让自己隐恨西北 而当顾客前来取货时 发现桌子上定制的工艺品 他将一打马内放在上面 可来到地下室却发现 自己仰慕已久的标本大神 以艺术的方式 结束了辉煌的一生 并用另一种途径 让父亲活下来 一个是最强的大卫王 另一个是顶级的标本大师 他们都用极端的方法 证明来过这个世界 也许天才和风粉 真的只有一线之隔 海苍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